现代版的李小龙 中国影视人李扬 2月6日中午现身洛杉矶与南加州众多的华人媒体见面 李扬不凡的经历和励志故事感动着全体运会者 现代影视人李扬 7岁开始学习京剧 12岁走上专业京剧表演之路 18岁从一个上升的京剧自新突然颁身瘫痪 经过完全的拼搏康复后 从一个身有残疾的中国少年 进去美国好莱坞担当影视界的动作导演和演员 李扬经历了无比惊险和戏剧性的人生 从中国戏剧学院到纽约电影学院 从京剧舞台上的英军小生 到美剧现场的美极皇子 他不平凡的经历和励志故事 被好莱坞业界同事称一位中国版的李小龙 又被李小龙嫡系传人说为弟子 在这边的时候也认识了很多朋友 包括我的师父黄先生 他是李小龙先生的嫡传弟子 有幸跟黄先生学习 黄先生又帮我恢复了右侧肢体 然后我自己没想到我又能打了 这个是我特别特别高兴的 也启发我自己拍摄了我自己的这部电影 Persevere 中文的话我起名叫做恒 就是坚持永恒 不懈努力的精神 李扬的形象和个性 以及多差多异 南海在欧美主流社会的电视台中深受欢迎 前不久 李扬在澳大利亚电视台儿童教育系列节目中担任主演 而且还负责写歌和翻译歌曲工作 据悉他参与的儿童节目在世界各地 包括香港电视台和英国电视台播放深受好评 汉天卫视记者王福明乱记报导